您好,我是昆仑流石 上一番啊,咱们聊的是这个让清代初期统治者引以为傲的国语奇社 后来啊,在八旗当中是如何衰落的 今天啊,咱们要聊更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那就是八旗武力的消亡 提到八旗武力啊,那自然就是八旗兵 说到这个八旗兵啊,其实挺复杂 主体成员呢,当然就是这八旗满洲 还有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 到了后来呢,又有新满洲的出现 什么叫新满洲呢,就是索伦布 这索伦布呢,讲起来很复杂 您大概呀,就可以理解为 后来又归顺满清朝廷 和这个满族人,生活习俗啊 很相近的一些东北少数民族 这些少数民族啊,民风彪悍,更善于其社 所以说呀,又有索伦布过万 过万则无敌天下的说法 驻京八旗当中外火旗营,还有一个俄罗斯左领 两个高丽左领 也就是说呀,这八旗里还有高丽人和这个俄罗斯人 西山剑人营,还设立了一个苗子左领 哎,您可别误会啊,这个苗子左领啊 它不是苗族人,实际上啊 他们都是收复大小金川时候归顺过来的藏人 有人就说了,好家活的嘞,这些个八旗武装啊,听着就厉害 当年不是还有人说吗 这个女真不过万呢,过万则无敌天下 这句话呀,其实跟刚才说索伦兵时候那句啊,是一样的 意思就是说呀,凡是带着少数民族彪悍性格的这些部队呀 都是能争善战的武装 那么如此豪横的清代八旗武装 到了清代晚期的时候,那怎么就没音了呢 到后来黑不提白不提,怎么就变成新军了呢 哎,这当然是有过程的 那么咱们就挨个说说这八旗武装是如何消亡的 咱们在前两番啊,讲八旗国语骑射的时候 其实咱们就交代过了 这八旗武装的衰败呀 他在康熙年间就有显现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您算起吧 康熙年间有很多次战争啊 都不是纯粹的靠八旗兵来打胜的 您比如说这个平三番打台湾 在东北黑龙江沿岸和老毛子干 这里边啊,都有其他武装的帮助 有人说你拉倒吧 在东北打仗也有其他武装的帮助吗 当然了,您比如说啊 从朝鲜咱们就借过这个火枪手 并且这满洲人呢,他不擅使大船 在黑龙江上作战呢 他有水师的事儿 所以呢,这水师也是从沿海地区调过去的汉人 您像啊,这雍正乾隆年 西南西北的用兵 还有这嘉庆道光年啊 平定白连教 在这些战争当中啊 可是没少用这绿旗兵丁 但是说一千到一万 在道光以前呢 这八旗兵还是这大清国的主力部队 八旗武力实际上迅速消亡的时间很短 也就是从道光年到同治年 这一百来年的时间 主要的原因就是国内外战争 对八旗武装的沉重打击 咱们先说说对外 这对外大伙都知道 那无非就是一次鸦片战争 二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 这战场啊 主要就是在东南沿海地带 主要针对的八旗住房呢 就是广州 诈谱 京口 在这三地当中啊 诈谱和京口受损失都是比较重的 不过呀 好在那会儿国力还行 经过这个战争的创伤之后啊 这三地的武装很快呢 多少又得到了恢复 这二鸦呀 其实就是一鸦的延续 有初中历史基础的朋友都知道 这次战争啊和第一次鸦片战争 有不同的地方 他的这个战场啊 从东南沿海又烧到了中原 主要发生在京京一带 所以说这八旗武装当中的 驻京八旗受到的创伤是最大的 当然这受创的重中之重 就是圆明园八旗 你想啊 圆明园都给烧了 在圆明园周围 所有的住房八旗的营地 也全部被焚毁 并且呀 更伤元气的还在后边呢 黑龙江 吉林 查哈尔的住房八旗 进京秦王 也被英法联军吃掉不少 虽然在鸦片战争当中 这八旗武力也受到了重创 但是也并没 消亡到毫无战斗力的状态 对八旗武装打击最大的 其实啊 还是这个发生在 咸丰同志年的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时期呀 这动乱波及大清朝的十八个省 太平军所过之处 所有八旗武装都遭到了重创 在太平军的眼里呀 这八旗兵他不是人 他们呀都被称作是青妖 活捉一个呀赏云五两 弄死一个赏云三两 当年太平天国政府颁布了一道政令 叫做奉天讨湖九部四方域 这里边啊就明确的指出 仕途八旗以安久友 据说落到他们手里 一个活着的旗人都没有 受到冲击的八旗驻地 主要都在长江的下游 您比如说这个江宁 就是南京 当然了后来这个江宁啊 成了这个太平天国的首都 叫天津 再来呢就是诈谱 京口和杭州 包括呀北方的苍州 都遭受到了覆灭的打击 咸丰三年的时候 那年要是按宫里说呀应该是1853年 太平军攻打南京 帅八旗兵在江宁镇守的呀 是江宁将军降后和副都统霍龙武 太平天国呀知道城里的八旗兵力有限 于是啊他们就想出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 叫三班岛式攻城 轮番进攻啊 最后啊城上的八旗兵竟然有活活累死的 因为城外攻城的太平军可以三班岛轮着休息 这城里守城的人他倒不了啊 所以啊就累死城上了 城破之后副将战死 主将自杀 这城里边啊一共有官员123人 八旗兵4700人 加上这个城里边的八旗的眷属啊 还有三万多旗人 最后从城里逃出来的只有800人 这800旗人不分男女老幼 又通通投到了抗击太平军的政府武装当中 最后战争结束又回到南京的只有300人 说完了南京啊 咱们再说说杭州 这太平军呢是两打杭州 第一次是咸丰十年 也就是1860年 第二次啊是咸丰十一年 这第一次呢 这长毛贼啊就根本就没打下杭州来 到了第二次 杭州镇守八旗官兵 加上这个眷属啊 一共是八千多人 死守杭州城七十多天呀 最后城中粮绝 没办法 合营上下纵火自焚 这八千多旗人呢 最后只活了46个 京口和诈谱的八旗族王军 和这个杭州南京的命运一样 也都是全军覆没 所以说呢 这长江下游的八旗族王军几乎全被摧毁 战争结束以后啊 因为没有恢复的基础 再加上国力衰败 所以呢 这些个地方的八旗住房啊 就再也没有恢复起来 有人说这长毛贼啊 他在南方呢 怎么就波及到了这个沧州呢 太平天国在咸丰三年 定都南京 然后呢就决定北伐 派的是谁呀 林凤祥 李开锋 这哥俩呀 带着太平军 倒是没费多达力 就打进了直立 哎 这一下子呀 这大军就突到了沧州 沧州了得的了 离天津 还有180里 过了天津 可就是京师了 朝廷给沧州住房八旗下的命令啊 那自然是死守 为什么要死守啊 因为呀 要给天津的防御工作 争取时间 这沧州到底有多少八旗兵啊 这八旗兵啊 加上了个妇女 一共啊 才1837口 还有这个幼丁 也就是未成年的孩子 480口 您别小看就这么点人 他们竟然敢出城去阻击太平军 那结果可想而知啊 那当然是寡不敌众 有的说呀 是全部战死 也有人说呢 最后只活下了两个人 总之啊 到最后结局 就是落得个全军覆灭 不过 确实给这个天津的守卫工作呀 争取了时间 最后才不至于啊 让这个太平天国的北伐军 攻到这个京师的城下 说到这儿啊 这个大汉族沙文主义者呀 可能就乐了 还有一些呀 这个太平天国 长毛链贼的死忠坟 这会儿就更高兴了 他们肯定得说呀 这葫芦青椒 死几个就死几个 这要是古代人呢 这种想法也就算了 要是换到金人呢 那简直是破坏祖国统一 破坏民族团结 并且呀 这帮孙子 他只是奋亲 不读历史 他们所掌握的 长毛链贼 和太平天国的故事啊 基本上都来自于 洪有泉传呢 要不接就是 山田方善老的评书 在这几次太平军的战役当中 咱们先说这个苍州 太平军攻下苍州 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和强掠 城内汉人死者 不计其数 咱们刚才说的 太平天国呀 一打杭州不下 当时啊 他们采用的政策 也是围城 城内广饿死的汉人 就三万多人 所以说在太平天国运动当中 虽然死了不少的八旗 但是在这其中 死的汉人 应该是八旗的百倍之多 我说的呀 还不包括太平军死的人 得 让我一提起来 就生气的长毛脸贼的话题 到此结束 咱们呀 在一带而过 说说这西北的八旗兵 是如何消亡的 为什么说到西北 就要一带而过了呢 因为呀 这个涉及到本博 最注重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民族团结 这西北的八旗兵啊 是怎么没的呀 那完全是因为同治年间 他有这么一场动乱 史书上啊 叫同治回乱 您瞧了没有 这个名字呀 在这儿就涉及民族矛盾 民族问题太深 咱们在这儿 不能往细了八尺 当然呢 这里边啊 有人民的起义 也有呢 这个外部势力 阿古百的入侵 再有呢 就是这俄罗斯帝国 和这大英帝国 幕后支持叛乱者 那有人得问呢 这阿古百是谁呀 嘿 这阿古百 这个孙子呀 他是个野心家 他被称为啊 东亚屠夫 这亚呢 他出生在帕米尔高原的塔什干 他亲爹呀 是个跳大石的 是个乌医 可是没过多久就死了 于是啊 就随母改嫁 这后爹呀 对他非常不好 就把他呀 卖窑子里了 哎 那位说了 这男的 这怎么卖那地边去了 嗨 这孙子是个鸾童 再往深了说 就不好听了 这平台也不让播 后来呀 不知道什么原因 混撞了 成了大寒了 也不知道啊 那地方人都是怎么想的 这种人也能当头子 当了头 你就好好过日子吧 不 他呀 受了俄罗斯帝国的窜队与支持 带着兵啊 就入侵了咱们的新疆 当然了 后来也被这文湘公左宗棠啊 率领着清军给赶出了中国 但是呢 这也是闪肝回乱的一部分 往昔的咱们不多说 总之啊 当时在西北 甘肃宁夏 尤其是新疆的伊犁八旗住房 两个满城 全城覆灭 同志六年 八岩代城 也就是惠宁城失守 紧接着这没过多久啊 惠远城也失守 惠宁城当中的驻军呢 是从这西安城调拨过来的精锐之士 号称啊 是大清国八旗当中的标杆部队 这惠远城驻扎的都是什么人啊 那就是那些啊 大伙都知道的 能征贯战的索伦兵 就是这样的禁旅之士 也在同志五年啊 被围失县 您现在啊 去伊犁老城 参观那个清代将军雅蜀 那都是后来新满城的遗留 和这个惠宁惠远二城啊 就不挨边了 同志回乱 动乱了十七年 等到左宗堂平静了新疆以后 这西北的八旗啊 也就算完了 所以说 自清朝中期以后 八旗的战斗力 基本上已经算是衰落了 但是呢 这个军事震慑力啊 和象征意义 他依然存在 可是啊 到了太平天国运动 以及这个同志回乱以后啊 这种象征意义 也已经不复存在了 完全啊 属于是名存实亡 清史稿 对八旗 有个非常客观的总结 在咱们今天这段书的最后啊 我不妨跟您这摸摸摸摸摸 太宗征藩部 士祖定中元 八旗兵力最强 圣祖平安福 士宗征青海 高宗定西江 以齐兵为主 而辅之以绿营 仁宗绞教匪 宣宗御外寇 皆用防军 而以香兵驻之 文宗目宗 先后平月年香军出起 怀军祭之 而炼勇之功使住 致使兵制盖术 最后这清史稿啊 还不忘给这八旗兵 有个盖棺定论 书上说呀 以兵兴者 终以兵败 呜呼 岂非天灾 所以说呀 您听明白了吗 这大清国呀 是兴于八旗 也是衰于八旗 得嘞 天不早了 明天呀 我在书场等着您 咱们呀 回见 明天不早了 等着您 继续